与严承煦复合后,林志玲时尚感骤降,网友,下半身严承煦能接受。 提起不老女神,相信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赵雅芝了,虽然赵雅芝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,但是毕竟也难逃岁月的侵蚀,还有另一位,那就是来自台湾的林志玲了。 嗲嗲的嗓音,曾经让无数男人为之疯狂,再加上模特出身的她,身材也是很好,前段时间被爆出语言程序的事迹复合,更是让她出现了风头。 然而,最近有媒体在机场拍到的林志玲,似乎与之前的女神形象有点差距,时尚感激素下降,特别是下半身的搭配,让网友表示,严承煦能接受吗? 模特出身的林志玲,身高那是不用说了,高挑的身高,再加上精致的五官,一直都是名流的所追求的女神,也是各大发布会和活动会的主角。 但是下面的这组机场街拍,却让众多网友傻了眼。 这组照片当中的林志玲,并不像之前那样的风格风采迷人,而是低调地选择了一副很普通的装扮。 丝巾墨镜小礼帽,再配一件蕁含外套,看起来还是挺时尚的,但是看下下半身,阔腿牛仔裤,黑色高跟鞋。 不仔细看的话,好像这身打扮也没什么问题,但是吧,这条阔腿裤是林志玲的带点,显得两腿之间的缝隙比较宽。 双腿间的缝隙的宽度,在整体看来很突出,影响了整体的感觉。 其实,林志玲的身材大部分来说都是比较完美的,其中有一点缺陷。 小半年感觉就是志玲姐姐穿这种紧身的休闲裤,都会暴露出自己的腿逢宽的缺陷。 大家再看下志玲姐姐穿连衣裙,这么一身黑色深秘的连衣裙。 衬托的林志玲的气质十分的典雅,再配上一双保持蓝的高跟鞋,显得小腿也更加的细嫩。 再获使这种旗袍风的开插裙,恰到高度的蓝色开插裙,搭配上修花色的高跟鞋,还有志玲姐姐的美丽的五官,简直是所有男人当中的梦中女神哦。 看到这样的林志玲,你会相信这是一个已经43岁的女生吗? 虽然说很多女明星都会对自己很注重保养,但是像林志玲这样43岁的女人,保养得还如同20多岁的小姑娘一样的女人,真的是很少见哦。 不过,志玲姐姐以后最好不要再穿近身牛仔长裤了,简直让众多网友替言程旭操碎了心,我言程旭哥哥瘦的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